送到醫院裡面去做採檢的工作 同樣的14816 他們夫妻在早上的時候 也曾經到訪療醫院去看門診 在6月16號的時候 14816的夫妻也在早上10點到11點多的時候 去看門診 跟14407 14409兩位 他們也是在早上8點多到11點多 有在訪療醫院看門診 這個時間的兩個時間的重疊 我們也是一一把它列出來 其餘的時間確診的個案 有到訪醫看門診 這中間並沒有重疊的一個足跡 以上先跟各位 來做這樣的一個足跡的報告 好的 謝謝施局長 我們從施局長的說明裡面 可以清楚的知道 今天新增的14905 其實就是14298 原來居家隔離的對象 因為陰轉陽 所以他們有一些公共的足跡 針對這樣的一個個案 我想在潘廠長這邊 應該有很多的事情跟提醒 要來告訴大家 我們現在就請我們的指揮官 潘莫安 潘縣長 好 謝謝 我想在這邊還是要再特別強調 很多所謂的專家媒體的揣測 各採之後確診 同時要強調的是615 當天最後614晚上最後通報確診的時候 6月15號就已經針對秘乳祖孫 做了這樣的一個疫調 從疫調的過程可以知道 他一直都在居家 這是他個人的說法 我們也把它有登錄 是有疫調 而不是沒有疫調 這個要特別做說明 因為疫調它是居檢 也不能移動 所以這樣的過程 也特別跟大家來做說明 同時為了因應 可能比較料提從寬的方式 因為有多位確診者 到芳寮醫院 來做就醫或門診 或是確診者 在未確診之前 曾經到這個醫院來就醫 然後採檢 採確診 尤其醫院的採檢 是在戶外 而不是戶內 所以是到裡面的急診 門診的當中 這樣的一個空間 所以也因為有多名確診者 在這邊就醫 發覺確診之後 然後我們擴大 匡列 甚至取得方山專案 訪寮專案 怕這個訪寮醫院 作為我們平南 六七個鄉鎮的專責醫院 怕因此而作損 所以特別大清宵 這個部分要特別 謝謝我們方寮醫院 那麼同時也在這邊 今天要跟大家來報告 眾所矚目 台灣第一個Telta病毒 進入到這個社區裡面 在方山的專案 我們用三天停止所有的商業活動 進行所有的採檢 以及疫苗的注射 在昨天第四天 進行全鄉的一個大清宵 兩個村的大清宵之後 今天恢復了生活秩序 那麼同時也在這邊跟大家報告 我也昨天傍晚特別趕下去 希望大家能夠 雖然這個一個防疫新生活 不用恐慌 但也不能放鬆 在整個防疫的新措施 不放鬆在防疫新措施 不恐慌在防疫新生活 所以方山專案的部分 經過三天密集的採檢 包括整個疫苗的注射 環境的大清宵 總共方山專案 這個擴大篩檢專案 有3,554個人 昨天全部採檢都是陰性 所以請大家不用恐慌 那麼也應該 研鎖未來相關的防疫規定 其次對於方寮專案 不要特別來做說明 特別要謝謝我們方寮醫院 院長及所有的全體同仁 配合整個 因為因應變種病毒 怕多人交叉 然後醫院在我們大家配合之下 協助之下 把自己醫療院所的員工 390位包括協力廠商 全部都來篩檢 也都是陰性 而這兩天 全院也大清宵 所以在這個清宵過程 我們在所有門診急診指出不進 這兩天我們還在密系 從環境大清宵 從人的採檢之後 到環境的採檢 通過之後才能恢復 所有的一個門診診療 那麼以目前在方寮醫院 所做的相關的 這樣的一個調查報告 三百九十二個人全數都是陰性 雕塞疫毒變種病毒 堪稱是大魔王 目前在屏東的雕塞群聚 傳播鏈又增加 一個人染疫 總共有15個人